东京奥运会首个比赛日将于7月24日开始 谁能夺得本届奥运会的首金 中国代表队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夺金项目 就让我为大家盘点一番 7月24日9点45分 射击女子十米七步枪决赛 这是我国能否夺得东京奥运会首金的关键项目 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以来 历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都产生在射击女子十米七步枪上 这个项目也是中国队的传统优势 2004年雅典奥运会有杜利夺金后的回眸一笑 2012年伦敦奥运有伊斯林比赛结束后激动的泪水 都成为中国体育健儿加安会赛场上的经典瞬间 但在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中 杜利和伊斯林只获得了银铜牌 同时手机 今年将由23岁的王露瑶和21岁的杨倩代表中国 将东京奥运会首金发起冲击 他们在国家队选拔赛中 荣获第一和第二名 实力都非常强劲 至于他们究竟能不能为中国队夺得奥运会首金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中国健儿队奖牌发起冲击的时刻 海外的小伙伴们却因为海外地区限制 无法收看中文解说的奥运会 不过没关系 小伙伴们只要使用归宴加速器 就可以轻松看有中文解说的东京奥运会直播了 无需各种复杂操作 轻轻一点即可解除地区限制 之后无论身在何地 国内的视频应用都可以正常运行了 下面我就来为小伙伴们演示一下 安装好国内的体育视频APP后 打开归宴加速器APP 点击中间蓝色的连接按钮 选择大陆地区 等到显示时长后 再重启看奥运会的APP 这下就可以轻松看中文解说的东京奥运会了 简单几步就可以随时随地看 有中文解说的奥运会直播了 想要体验的小伙伴 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归宴加速器即可下载 使用是完全免费的哦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 比赛第二天都有哪些夺金点 7月25日开始 射击游泳和跳水 举重依次拉开战目 中国奥运军团进入夺冠拿金牌的高峰期 虽然孙杨缺阵的游泳队夺金点不多 但是在射击 跳水和举重三项都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 有望开启夺金浪潮 其中中国跳水梦之队可谓是实力强劲 男队陈艾森 桃源都曾在里面奥运会摘得金牌 谢思义更是在18年与19年 在国际跳水大赛夺得冠军 金牌基本十拿九稳 而女队陈玉希 全红产等新人实力也相当不俗 此番跳水队或许可能首次包揽八金 而举重的八个项目上 中国军团派出的也都是顶尖争冠选手 61公斤级名将李发兵 在2019年世锦赛季天津世界杯上 后拿到五块金牌 打破两项世界纪录 67公斤级的陈立军 在今年举重亚锦赛上获得了停举级总成绩金牌 还有73公斤级名将石志勇 在2016年奥运会上夺金 今年亚锦赛上也拿下抓紧总三块金牌 三人都有望获得金牌 作为中国奥运军团参加海外举办奥运会规模最大的一次 首轮比赛中国队能否取得开门红 决定了本次中国健儿们能否打破2008年51枚奥运金牌的记录 就让我们一起祝奥运健儿们完美发挥 奥运回家